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姚政廚房Yo's Kitchen 今天不是新手食譜 今天我們就介紹秋季湯水 和上一集的新手食譜 綠豆蓮藕排骨湯是多三樣材料 但湯就更加鮮甜 更加有益更加好吃 今天又多了哪三樣材料 逐樣逐樣介紹給大家 第一樣就是補眼 維他命A很豐富 最適合經常用電腦和眼睛很乾很澀的朋友 加上這個紅蘿蔔 這口湯就更加好吃和有益 紅蘿蔔 批皮和切件就可以了 還有這個蓮藕 我也是切到細小粒 批皮洗乾淨些泥 切到細小粒 待會吃的時候就更加方便 上一次綠豆蓮藕排骨湯 新手食譜都介紹過這個蓮藕 煮熟了來吃 有滋補補血 養血的作用 不會醋的 都很好 還有這個綠豆 綠豆有清熱涼血的作用 有高膽白質 十分之好 待會洗乾淨 浸它十分鐘 煲一煲 我們這鍋湯今天煲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已經很好吃 這個鹹豬骨 相信大家看開我的影片就知道了 買回來的排骨頭 我今天買了一斤 一斤的排骨頭 買回來不需要洗它 直接用那些很便宜的 三四元一包的粗鹽 放兩湯匙去醃鹹 做鹹豬骨 有聚火 有美味的功效 有高膽白質 又有營養 又有鈣質 OK 今天就預備了這個響螺 這個響螺我就是買急凍 即是雪硬的響螺 一會兒要處理一下它 我早一晚拿出來解凍了 一會兒洗乾淨 剪開它 刮乾淨和腸出來就可以了 這個 真棒 蓮藕章魚湯 應該大家都喝不少了 可能媽媽 或者爸爸 或者外出街都有喝過這些泥湯 這個章魚 我之前已經把它浸軟了 之後切細細粒 方便大家一會喝的時候 就更加方便 而且快點出味 現在首先我就浸了這個綠豆 之後處理這個響螺 將這個排骨頭飛到水 全部混在一起就可以熬這個湯了 馬上做 好了 我們首先洗乾淨的綠豆 OK 洗乾淨綠豆 之後浸它10分鐘 你處理完那些排骨頭 洗完響螺其實已經夠了 洗乾淨它 浸洗乾淨它 你看到沒有昆蟲沒有灰塵 其實就可以了 浸它10分鐘 OK 浸它10分鐘 待會再處理它 OK 這個響螺如何呢 我解凍了 洗乾淨 蓋子 這塊鹽也要搖 但你要洗乾淨 因為我有時候牙刷的東西夠了 牙刷呢 這個洗之前是很髒黑色的 看到嗎 看到這個黑色 黑色 那我先擦乾淨它 洗白白 那待會我們要剪開它 洗乾淨了這個外面 這個鹽那邊呢 都洗 這個鹽鹹的 鹽都骯髒 鹽可以撕去洗 但是你放進去煲湯 鹽都有用的 洗乾淨 一會洗乾淨放進去煲 好 好 洗乾淨之後 怎樣呢 我們就在這裡剪開它 即是這裡 好像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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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的位置剪開它 你現在可以剪小一點 用來煲湯 那你先揉開它 揉開它 裡面這些我不要的了 裡面的腸 那些呢 那些呢 我不要的 洗乾淨它 洗乾淨它之後 切細細夠 洗乾淨完了 洗乾淨回剪刀 好 現在這個時間 用來剪小塊 剪小塊 剪小塊 裡面沒有了 那些髒東西 內臟 那些瘡 那些剪小塊 方便你一會兒吃 還有出味 都要出得快一點 OK 那這個再洗一洗它 OK 來看 韓羅呢 也是海鮮 如果你怕它腥 你也可以和排骨頭一起 飛一飛水 或者用熱水 搓一搓 這樣就可以 然後我拿去飛一飛水 對了 和排骨頭一起飛水 再洗一洗 用它煲出來 對了 洗乾淨的鹽,因為剛才拿了兩湯匙去醃 有些碎骨洗完,吃的時候不要說很近 有時斬豬骨有時會有些碎骨 因為你煲湯的時候,小朋友喝的時候 就小心一點,老人家那些 你自己洗乾淨的碎骨 但有時煲完淡湯出來也有機會有碎骨 所以自己小心一點 如果你說有老人家,真的很害怕 那你就用豬展那些 相信有跟我的觀眾 跟我醃過排骨頭的觀眾 應該都知道大家都爭著吃 不能回頭醃完之後 你醃完一次,下次 可能你老公老婆會覺得很棒 小朋友又爭著吃 這樣就可以拿去飛水 現在這些豬骨,排骨頭拿去飛水 室溫水現在開始煲了 煲到它滾起了半分鐘就可以了 它現在滾起了 那些泡泡,雜質,那些髒東西浮出來 我們就可以拿去洗乾淨之後 可以馬上煲湯了 馬上倒進去 倒進去 倒進去 啊,滾起了自己 好痛 好,洗乾淨 把它放在乾淨碟 有時候排骨頭有些豬毛都會黏住 所以把它洗乾淨 好了,快搞定了 就可以煲湯很快 好 OK,放進去煲 加點水 這個綠豆浸 我差不多攪拌了十分鐘了 OK 這樣就 隔水 再洗一下 好,隔水就可以拿去煲湯了 好 我們把剛才那些材料放進去 OK 放進去 OK 綠豆 排骨頭響羅 還有 鱔魚 鱔魚都很補血 綿柳和紅蘿蔔 之後呢 浸過去的水就可以 有很多材料 其實鍋大一點 可以多加點水 這瓣湯不能輸了 已經好味道 可不可以轉過煲呢 我電鍋可以多些水去煲 其實 不過算了 我吃完些渣不吃飯 對 吃些湯渣不吃飯 那就一餐 因為連牛都很豐富 澱粉質 加多一點點水 好了,加到這裡的水 就可以拿去煲了 OK 放在這裡 大火 大火煲滾去 轉小火煲一個小時 就可以了 你可以設定警告 60分鐘 不要問我夠不夠味 是60分鐘已經很夠味 湯已經很好味 60分鐘之後 你馬上夾排骨頭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經常都說 如果喝得老火湯多 經常聽人說 喝得老火湯多 就會撩蒜糕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肉類 豬肉 排骨頭 在湯裡 不停有些人 很多 老一輩的媽媽 我自己媽媽也是 她煲湯 她是煲兩三個小時 她覺得兩三個小時才夠出味 但其實 現在把材料切細細 其實一個小時已經很出味 只有一個小時 你夾一些肉出來 否則你放在煲湯 你醃鹹了 鹹豬骨又會沒有味 煲湯又會過鹹 那些飄零又會慢慢釋放 所以一個小時煲完 就馬上夾一些豬肉出來 那你吃的時候 蒸熱 或者翻熱就可以了 還有另一件事 就提提大家 就是把鹽 不要直接放進煲湯 除非你那一晚 煲湯 你是會清光喝光 否則你下了鹽之後 那些湯不停翻鍋 翻鍋翻鍋 就會醋 喝得多個人會醋 不健康 那你喝的時候 就加到自己的碗 你想鹹一點 或者淡一點 就自己調教 那就是 因為你始終一家人 幾把口幾個人 每人的口味都不同 那你如果那個人喜歡濃味一點 你就可以加多點鹽 如果喜歡淡味一點 或者小朋友的 可以不加鹽 那喝回去原味都OK 還有排骨頭 其實醃鹹了 也有少少鹹的 那煲湯又不會太鹹 但你自己試味 不夠你就加鹽 就是這麼簡單 一會滾起了 只有一個小時見 對了 現在滾起了 滾起了 之後就可以蓋轉小火 蓋蓋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 就夾一些排骨頭出來 對 之後那個湯你多焗一會兒 攤到適合喝的時候 放少許鹽 放自己這碗就可以喝了 OK 一個小時見 一個小時之後再拍給大家看 好了 差不多夠時間了 一個小時了 OK 我們先把肉夾出來 OK 滑煲湯已經很濃 看它的色水已經很濃 很夠味 很棒 我們先把排骨頭夾出來 煮骨很棒 那淡湯就完成了 這個排骨頭就在這裡了 OK 放在一旁 之後呢 你攪拌的時候 可以放一塊排骨頭 然後放少許鹽 你吃的時候就放在自己的碗裡 即是你吃的時候就放在自己的碗裡 放些鹽在自己的碗裡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湯 吃完湯拿去 最好 那就更加有益了 OK 今天呢 湯就煮好了 記得吃完湯拿去 就更加好了 記得 介紹多點朋友 看我的頻道 記得 追蹤我的YouTube和IG 我有很多資訊會帶給大家 下次再見 Thank you Bye 來吧